HELLO 大家好,Rai1です 好,跟异想当中的一样啦 第三弹活动的情报资讯 今天就出来一些了嘛,游戏的公告内 然后极限在觉醒的情报也已经放出来 就是提数的两小屁孩嘛 等下会给大家介绍,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在这次第三弹活动当中 会有一张新的L-O 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个Bio不罗里 它的卡面上面其实还蛮好看的 动画演出其实也很不错 那么就跟我当初意计的是一样啦 以顶上的形式啦,让 布罗里三部曲的每一部曲里面 的角色都可以出来啦 每一弹的布罗里都有 这个弄上来还蛮不错的 然后这边来讲的话 这一次的顶上 比起以往有一点特别啦 这一次活动中 这张Bio不罗里它会直接 极限Zack觉醒 然后吊力加成也直接是给它 给放上去啦 是混血赛亚人 那么这一次的话 就稍微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张的能力 老实说 进入到我们现在 新的布罗里队伍来讲的话 是可以提供到相当多的帮助啦 那么这边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 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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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它的整体能力啦 三维数值其实蛮漂亮的 1万9开头的攻击 然后1万3的防御力 队长技的话是 至于不能的力量 气力加4 血攻防150%提升 然后这边的能力呢 全部都是已经 极限Zack觉醒完成了啦 嗯 因为它 可是几次会极限Zack觉醒 应该要等明天的 资料下载出来才知道 不过这个能力方面 是已经极限完成了 然后必杀效果是 一回合攻击大幅上升 极大伤害 然后降低攻击 超必杀的话是 一回合攻防 大幅上升 跟超极大伤害 不过这一张我们基本上是 不太去追求它的 火力输出啦 毕竟就 免费卡嘛 但是它的能力来讲 是否不容易听来说是还不错 被动方面 登场时 队伍内除自身外啦 抑制不能的力量 类别存在时 限定一次登场动画演出 然后4回合内啦 回合开始时 它本身的气力 随即增加8到10之间 然后必定必杀发动 然后回合结束时 血量回复26% 回合结束时 突然间 会卡到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就自身的气力加3 有一个高确力彗星 所以这一张的话 讲到一点火力 组联机 也是alright的啦 组彗星 应该是没什么特别必要的 都已经有一个高确力了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 必杀发动时 攻防加180% 然后减伤30% 虽然说是要行动后才可以触发 面对有全体先攻的环境下面的话 可能会比较麻烦 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被所谓的话 依旧是还不错啦 毕竟30%减伤有 然后攻击参加中 全员都是至于不能的力量时 减伤再加30% 这样子的话 DOTA到来它就会有60%的减伤啦 然后再来的话 每一个回合经过啦 会心以及减伤就会加6% 最大30% 那么会心啦 就会去到80% 减伤最高可以去到90% 不过登场第七回合后 每回合经过减伤就会降低6% 最大30% 所以它会上到一个巅峰之后 90%之后 又再慢慢的往下跌回60%这个样式啦 嗯 最低是30% 然后有这个全员至于不能的力量的时候 就有60% 然后每回合经过 它这个的话是跟 树金佛那一张是类似的 回合一开始 就66% 第二回合 72% 第三回合 78% 这样子一路加到90% 什么个样 然后第七回合过后 就一路减减减减减减减下来 可是依照布罗利的team来说的话 嗯 嗯 这么多个回合过去啦 大概率已经打到中战了啦 所以问题不大 90%的减伤 足够的可爱 然后 它重点就是 它的主动技非常的有料啦 登场六回合后 攻击参加中 全员都是至于不能的力量的时候 就可以发动 一时间攻击超大幅上升 九级伤害 然后一回合内 全属性guard 再加上 敌人的攻击 集中在自身上 也就是target focus 那么 它这个样子来讲的话 是足够的 已经是足够好用了 然后我们的布罗利team 除了cellumax之外 再追加多一个target focus 集系队的第二张 那么 配上这个target focus 可是它的扛伤力度 会拉到非常恐怖的地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数值是长得这么个样子 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人人都可以浓到100%的关系啦 所以我这边就没有细算 没开路的数值啦 直接踩行状态 连接上面就不要说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有大魔王的角色 然后它的超赛类别 旧的那张物仪卡有超赛嘛 然后这张新的没有 太残念了 所以它的连接弄到来 比较好连得上的 就是灵战跟传说之力 那么就有攻击20% 防御5% 这么个样式 然后 熔岩大步的领域 有开动的时期啦 就是来这边计算 攻击 增加15% 那么它的减伤 就是30,60,90,60 这么个样子啦 大家都清楚嘛 那么攻击方面 我们当然是不指望啦 554万 即使是联机必杀 联机必杀 大概可以抽到个千万 千出万 差不多了啦 嗯 就这么上下 重点是在它的防御啦 防御大家这样看的话 当然是不高 行动前7.9万 行动后33.2万 这个是 没有算它的跨回合辅助的情况 假设熔岩布啦 40%的辅助 最高可以去到80%嘛 但是想说 不是每个人都有 可能借好友的来运用的话 40%的辅助的情况下 行动前11万 行动后46.5万 假设它是第一回合就出场的话 就有66%减伤 那么150万的攻击 它是会被破防一点 4万多 会扣血4万多 那么假设它是第二回合才出场 就有72%的减伤 那么这个防御力 是可以扛到一个170万左右 那么这边重点来讲的话 就是它的那个target focus 第六回合的时候 它会去到它的最高上限 90%减伤 在那个回合 开了那个target focus 主动剂之后 它会有90%减伤 再加上全属性guard 那么 它的必杀发动时 不是会有180%的提升 那么防御力提升上去 会去到20 触万左右 到接近30万这么个上下 然后在这样子的防御力里面 一千万内的伤害 它全部都可以扛下来 一千万打在它身上 只会扣一个接近 30万左右的血量 完全就是可以承受得住的伤害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足够的强悍 在这方面 即使后续 可能第七回合 第八回合才开 但是扛伤能力 可能会往下降一点点 可能去到800万 这么个上下 但是在现环境来说 依旧是属于够用的啦 那么 以布罗利team来说 这个数值已经是非常的足够了啦 这一张虽然说是以免费卡来讲 没有到很夸张的火力 或者就是防御数值 可是配合它的主动剂来运用 在布罗利team里面来运用的话 多多少少还是好好的 嗯 可是它对比起我们九周年的 Bewsama 有一个比较可惜的点 就是它被限制的 比较多一点点 怎么样子啦 嗯 那么除了这个顶上的 Bio 布罗利之外 后续的话 这个龙竹 story 也是会更改过去啦 这个小特 物天小特的关卡 然后会有一个新的supporter member 等明天资料下载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能力啦 然后这边这个 小特跟巴拉格斯 会有他们的专用技能力出来 这个相当有趣啦 这个巴拉格斯的那个姿势刚刚好 手上的那个技能力在他手上 然后剩下的就是 嗯 这些东西啦 这个的话会有 新追加的秘宝 可以交换 然后新的技能力将会登场 可能会是否我们的那个两小屁孩 或者新的顶上布罗利之类的 那么 一技啦 会跟九周年期间的那个 超级矿泉水一样 可能会可以多换 30颗龙石 嗯 那么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也是可以先去打一下啦 嗯 不过他已经要进入那个 一倍状态了 所以今晚打完 明天就没得打了 嘛 反正也不重要啦 没关系 反正活动开出来之后 我们再打也是alright的 OK 那么这个就比较 比较活动方面的再来的话啦 就是我们这一张小屁孩 两小屁孩的极限Zek觉醒 老师 这一张的极限Zek觉醒 稍稍有一点期待的 就是它的火力面向 然后也确实啦 火力上面有达到标准 防御面上的话 有一点点的可惜 可是因为它们可以进入到 T3超赛的队伍里面 所以问题不大 防御力也算是还蛮高的 那么这边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啦 小屁孩们的能力 极限成100%之后啦 它的三维素质 非常的漂亮 2万2的血量 2万亿的攻击 跟1万2的防御力 队长技来讲 天才战士 7D加3 血攻防170%提升 然后必杀效果的话 是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 超绝特大伤害 然后联邪必杀技 攻击参加中 是有小特或者小屋天在的话 或者队伍内 可能存在时 就可以发动 这么样式 然后效果的话 是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 超绝特大伤害 跟两回合全员攻防30%提升 我 暂时来讲 会稍微麻烦去触发啦 可以跟那两个 一般十抽卡的小屋 资物天 或者技小特做一个搭配来运用 到时候再看看 要怎么去发挥 会比较好一些 最好的话 是克林可以极限在学金上来 可以出到一张比较好的 然后可以把它们摆在一起 这个就等 之后我们再考虑看看 不过这边来讲 就是它的大致能力 有多了那个2回合全员攻防30% 跨回合辅助 这个很棒 然后被动方面的话 他们的那个原本的特性还是有在 有点小可惜啦 自身气力加3 攻防100%提升 必杀发动时 攻防150%提升 就这个超高确立 以前的话 是 以前也是同样是超高确立 只不过就是从50%提升到100% 嗯 就攻防100%提升 然后再超高确立多一次 攻防再加100% 所以DOTA到来最高浪 他们这边是可以去到300%的 就有看运气啦 然后有高确立必杀最佳发动 所以 单回合3%必杀的可能性 高确立会心 有高确立会心的话 可能我们就可以组点连击 连击高的话 它的整体的那个防御力就会更好啦 然后 官方这一次有给它回避了 中确立 以前是零回避的 这次多了一点点还不错 然后再来的话是比较重要的是 每一次受到攻击或者回避成功 攻防加20%最大100% 然后回避加10%最大50% 所以叠满的话 它可以去到80%的回避能力 算起来就可能想要把它放在1号位 是属于可以考虑一下啦 然后攻击参加中 全员都是龟派气功的角色的时候 会心以及减伤再加30% 那么 假设真的是全员都是 龟派气功 站在1号位 有一个34%减伤 被动全满的情况 34%减伤 再加上80%的回避 多多少少是可以稍微用一用啦 那么 假设满被动的情况下 它的最大加成可以去到攻击1300% 防御行动后2000% 算是还蛮夸张的 然后2000%这边是没有算那个连邪必杀机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出发嘛 主动机方面是战斗开始3回合后 除自身外攻击参加中 名称小特或者小霧天的角色存在师才可以发动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些 不一定有机会开刀 然后效果就是1回合7-6 然后回避所有的攻击这个样式啦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它的数值是长的这个样子 我是选择了一些同用的连接啦 超赛零战龟派跟超级战 因为它剩下的天才啊 那个叫什么了啊 嗯 无邪气希望之心 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去连得上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财星状态 初始啦齁 我们就0%就是超高确立两个都没有触发到的情况下 只有900多万跟行动后47.3万的防御力 这个超级可怕恐怖 完全不能被打到 被摸到会死 那么如果是有触发一个超高确立 火力防御力都会稍微上升一点点 1300的火力 71万的防御力 然后全部有触发到来就是增加200%的情况下 火力直接1800万 然后防御力行动后可以去到94.7万 那么前期被摸个一两下 还可以啦 假设就200%有触发的状态 这个就还蛮重要的 前期的运气要好一点 超高确立必须得触发 要不然真的是会相当的压拜 那么满被动之后啦 就会达到80%的回避 再加上攻防100%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0%啦 就可以去到66.3万的防御力 跟1200万的火力 然后 有触发至少要触发到一次啦 这个超高确立 100%这边 可以去到接近2000万的火力嘛 然后防御力的话也是有接近100万 那么 龟派气功全员都是的情况下 它可以多一个减伤30% 那还会不错用 那么 30%减伤99.4% 不要中必杀的话还行 然后又有一个80%的回避 来做一个零伤害的可能性 然后200%的状态就更高一些啦 火力啦 主要就是火力啦 这样算是有一点点 堵硬气的玻璃大炮 虽然说它有一点玻璃 可是因为最高可以去到80%的回避力 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有一点点的 那么 目前来说 假设是否有抽到体三超赛 可以做到154%的那个 贝利加成的话 那个防御辅助加成的话 其实它们的防御能力 其实算还蛮漂亮 可以长得这么个样子 即使是初始啦 没有触发到任何东西 只要有154的情况下 也可以去到83.8万的防御能力 那么 再配上30%减伤 前期快速的把那个攻防被打上去 那么 后续就会比较alright一些些啦 满被动过后 即使是没开路 什么没开路啦 就0%的状态 117万 没开路也是有91.9万 那么后面的那个高确立连击 自身潜连连击 如果可以触发到完的话 去到150万 160万 都是可以达成的 假设是200%这边全触发的话 接近 270-80万 如果supporter member力也算下去 可以接近300万的那个防御力 如果是三连必杀的话啦 甚至还alright 然后火力上面肯定是会更高啦 因为基础都可以去到2545 所以它的这个辅助给它带来的加成会更高 因为它的第二被动是250% 每一个辅助下去 直接跟那个250%总相成 带出来的那个效益是非常高的啦 然后这边全部都是跟连接必杀剂没有任何关系啦 所以如果有出到连接必杀剂的话 它的整体数值会更高 然后如果有其他的防御加成 那又会更好 OK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两小屁孩的极限Zek 要说强 那火力面上当然是漂亮的 防御面上的话 就需要一点的时间把它给弄上去啦 然后队伍面上的话 其实我是还蛮期待这一张技术的克林啦 可以极限Zek觉醒 然后组在Gocita的队伍里面 它本身就是辅助嘛 然后又可以触发它的这个跨回合辅助 这样队伍alright T3超赛 然后物饭 新物饭 然后另一赛就立物饭 再加其他的那个龟坏气功的角色 然后再克林啊这些放上去 队伍上面应该是蛮漂亮的 可是就跟野兽饭的那一回合 这个就龟坏气功那一条被动就出不到啦 可能可惜一点点 但是有野兽饭做保护的话也算是alright啦 OK 整体方面就这个样子啦 剩下的就等明天资料下载进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们的特工啊那些东西 然后看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极限Zek觉醒 因为物饭那一张的臭臭泥 也是confirm会有极限Zek觉醒 它的能力也是要等明天 然后剩下的一般10抽卡跟超级线 就再观望一下后续会不会还有 因为像去年的话 像LAOZE啊 LAO的LAOZE 它是最后的时间才把它给发布出来 那今年我们也就可以等谈看啦 OK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介绍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AMATANI 拜拜